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劇透影評是由澳門新導演陳瓦莉執導 張繼聰 周秀娜主演的馬達蓮娜 今期就特別一點 我自己因為這條影評都寫了很久 放了在那裡 我又沒時間去錄 沒時間去剪 他們都上個月尾上畫的 所以這次我當一個podcast的形式 去跟大家講一講我這個劇透影評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這些比較low的製作 先跟大家講一聲不好意思 這個我就覺得太久不出 我寫了嘛 寫了不出又好像很奇怪 我放在IG又好像都很奇怪 因為我自己寫的時候是類似是一個讀出來的script 所以我如果放在IG那裡 那些字又會寫那麼多 又要分兩個post 又未必有人看 也都看得大家看千多字 兩個合起來 差不多三千字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今次就錄一條片 就這樣錄的 嘗試一下 因為之前其實也有幾套我都想這樣做 就夠了一下 同志 大家不需要寫稿 看看能不能講到一些影評給大家聽 今次就特別一點 馬達連娜的故事是講述 由張繼聰飾演 失婚不善言辭的馬達 住在快被拆遷的舊區裡 他因為被老婆背叛 派綠母 所以患上嚴重的失眠症 透過做夜班的的士司機來排解失眠的痛苦 一次偶然的相遇 他遇到這位由周聰娜飾演 隻身來到澳門這個北夜城賺錢 儲錢寄回鄉下的連娜 兩人因為一個誤會而成為朋友 馬達更加成為連娜上班下班的專用司機 兩個人慢慢認識對方 亦令彼此的世界增添色彩 但這段美好相宜的背後 連娜心裡卻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我真正留意馬達連娜這部電影 正正在今年的年頭 他們過去澳門拍攝的時候 一個在澳門發生的故事 一位來自澳門的導演 而男女主角來自香港的演員 張繼聰和周秀娜 如果只是看電影的片名 馬達連娜 不多不少都會聯想到 她是一部講述雙人故事的電影 就好像Bill&Ted、Mr.&Mrs. Smith那樣 是一個以兩個人為主的故事 第一樣要說的就是我對於故事結構裡面 兩位主角的比重失行是有點失望的 早前在港產導讀就訪問了導演陳瓦里Emily 知道了馬達連娜劇本的緣起 原來是來自導演她自己的其中一段過去的感情 而連娜這個角色不多不少都有導演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裡面 所以如果只是看劇本比例的話 連娜比起馬達是得到更多的篇幅 而如果只是六四比的話 我都覺得沒問題 但我覺得馬達這個角色 好像由頭到尾都只是一個角色的設定 她老婆幾年前被老母去帶然後離婚收場 令她走不出失去愛人的傷痛 剩下一個不能夠再重新相信人的心 但電影並沒有對她的往事有更多的著墨 而這種狀態就由電影一開始的小量鋪排之後 馬達就很快愛上了連娜 沒錯 因為婚姻破裂之後 她對連娜的信任是脆弱的 所以當有問題的時候 信任就會一下子推倒了 跌入那個往事的後遺症當中 馬達連娜給我的感覺是有點太過在女性的角度出發 連娜的背景故事 心理掙扎是足夠的 但相比之下 馬達的故事和描寫顯得太少和太淺 雖然我見到張繼聰已經很努力 在這種沒什麼故事backup的情況下 演出更多深層次的情感 呈現出更多面的馬達 但可惜這種小小的比重失衡 就令我並不能夠全然投入到馬達的心境裡 另一件事我感受最深的 是我覺得電影少了一陣浪漫的味道 好似所有的情感都是就著就著 變相減弱了感染觀眾的力度 關於兩個人愛情故事的電影 其實是好靠他們之間的火花和化學作用 當電影呈現出來的感覺未夠深 火花未夠多 好容易就會令到這段關係的情感 有種去得不夠盡的感覺 而浪漫是一樣很需要去盡的東西 即是那種你不介意大庭廣眾拿著99枝玫瑰的勇氣 那種整了一個月小手作的心機和心意 又或者是那個不顧後果 什麼都不想就去做的隨心 雖然馬達連娜男女主角的設定 是同樣被救事所困的兩個寂寞人 並不是那些年輕子女的打得火熱愛到要生要死的感覺 但在馬達連娜相遇相愛的情節設計上 我就覺得有點太過淡然了 就拿他們的相遇來說 連娜為了逃避警察 借飲醉的馬達過招 看著迷迷糊糊的她去到明早 跟著馬達走醒 剛好就送連娜上班了 一個普普通通的開頭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這兩個寂寞靈魂的碰撞 中間的相處就是撐感一些迷惑一些氣氛 我們在電影開始的幾望 見到馬達還是在被老婆背叛的那個漩渦裡面 這種不夠浪漫 沒什麼相撞火花的故事起此 就會令到後面的情感翻波 少了起伏 而另一件事我覺得蠻破壞這種浪漫感的 就是劇本的對白往往都未能夠正中核心 展現出情感在他們兩個之間傳遞 有時一句簡潔有力的對白 一些會跟對白相呼應的劇情 是會好過一百句 我愛你 我不可以沒有你 我不能夠忘記你 就好像連娜幫馬達洗頭的這一幕 如果洗頭這個動作 是一個在電影前段已經提及過的約定 又或者賦予她有一個更加濃烈的感覺的原因給她 就會令到這些細節的位置 不會變成只是過目積忙的畫面 甚至乎有些長口 我是覺得不需要有對白就已經可以很有感覺了 就好像在電影最後連娜臨走的時候 其實對白再精簡一點 用一些眼神的tide shot去交代多一點 就已經比起擁場的對白來得更加有感覺 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在馬達連娜裏面 有一條由另外兩位角色所組成的副線是剪走了 在未知這個資料之前 我是覺得劇本有一種刻意拖長的感覺 因為劇情上少了些東西 所以就沒那麼豐富 電影如果只是聚焦在一對情人兩個角色身上 其實是可以有更多的描寫和鋪陳 令到情感和氣氛上都更加濃厚 可惜的是在馬達連娜裏面都幾多這些因為剪走副線而留下的痕跡 特別是電影的最後連娜前夫的嬌出現勒索連娜的那一段 就來得比較突厚 忽然之間出現的危機是沒問題的 只是她出現之前完全沒有線索給觀眾有定一個預期 而這個角色出現之後看似是為連娜帶來過去的纏妖 但要脅連娜再次服務她的動機又好像沒什麼合理性 之後還忽然間解決了這個危機 以及有一場意圖謀殺的事件 就更加令人摸不著頭腦 好像只是為了想的結果是這樣而寫出來的情節 這個部分我也想給一點點Credit導演 因為未必是她自己主動想剪走這些情節 所以在這麼大改動的情況下 成品出來也不是太差 我覺得已經非常不錯了 但導演下次的作品大家就會對你要求更加高 所以你要繼續進步了 其實前面說了這麼多馬達連娜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如果你問我是不是覺得電影很難看 觀影體驗很差呢? 老實說我自己雖然有點失望 但好可能是因為我對於這種傷人敘事的角色故事太有期待了 太希望她的風格和以往比較稀笑輕鬆的愛情電影有分別 所以當電影出來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浪漫 沒有那麼風格化 就很容易令我留意到電影裡的缺點 而我覺得為馬達連娜拿到最多分數的就是演員的表現 兩位演員都是我挺欣賞的演員 同時也很希望她們會有所突破的演員 周秀娜近年的戲路都是偏向外表堅強自主獨立 內裡有一絲溫柔感情豐富的時代女性 這次連娜的這個角色雖然都是外光內遊 堅強但同時心有所缺的角色 但這次不同的是連娜是一個有著故事的人 而娜姐真的有演出那種被往事纏繞 視澳門這個地方維穩快潛地方的心情 連娜這個角色的那種堅強是在這個地方生存必需要的偽裝 亦都是受侵犯過後想跟過去自己分割的手段 在馬達連娜看到娜姐真的再有一個小小的進步 可惜後段故事少了一些合理性 令到她角色爆發的時候發揮不到應有的感染力 算是有少少因為劇情拖累了角色 而飾演陸武慘執失分的士佬馬達的張繼聰 如果大家有聽看我的都知道 我是很想看到阿聰的另一面 不需要再做一個非常搶眼 但只是維持著張繼聰式喜劇的角色 今次終於看到張繼聰可以演繹一個較為沉屈 有故事的角色 馬達這個角色的難度就在於 她和連娜在比例上並不平均 所以很多背景的故事都沒有做出來 而在這個情況下 阿聰就要在平時的場口更加出力 她演出那些內心建立好的細節 在自己的角色蝙蝠並不多 女性角度為主的劇本下 我覺得張繼聰今次的表現絕對值得加獎 除了是那種喜劇以外的反差之外 是她的演出真的有加強到劇本所欠缺的男性角度 究竟馬達是真的想有個新開始 還是她還未放下前妻 所以找了一個跟前妻一樣都是視澳門為挑反的人 蓮娜呢? 想展現這種複雜的心理建設是困難的 但阿聰在角色背景構建這麼少的情況下 都能夠令馬達這個角色在很多地方 觀眾會為她動容去理解她 就已經做得非常不錯 而且演出是挺有層次和細節的 希望未來阿聰可以接到多些更有發揮機會的角色 張繼聰和周秀娜兩位演員 可以說是馬達連娜這部電影最大的亮點所在 總結來說馬達連娜是一部合格的作品 特別是澳門的編導加上澳門的拍攝團隊 能夠在年頭疫情比較嚴重的時間完成這套作品 都算是澳門電影工業一次不錯的經驗 電影雖然幾多瑕疵劇本上的問題 但靠著兩位主角演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 令馬達連娜不至於變成一部空洞的作品 去到最後都想提一下的就是 我發覺有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就是很多來自澳門的朋友 好像阿成哥那樣都罵到馬達連娜看無緣夫 他們不約而同都有提到 在電影裡的澳門場景比較混亂 明明上車時是淡仔 開到去澳門 誰知道目的地下車時又是淡仔 這種地域性的混亂令他們很投入不到 但這種錯亂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我又完全覺得沒什麼影響到觀影體驗 都是一樣多有趣多值得大家去探討的題目 不知道有沒有來自澳門的觀眾提到這套電影 又或者香港的觀眾你們如果看了的話 都歡迎你在留言裡分享 和我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今次我對於馬達連娜的劇討評論來到這裡 如果你想看更多影評和關於電影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我 SAM先生按下你的鈴鐺 記得你要選搶先看全部 那我下次一出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不會錯過的了 還有就是 COS comment like share這條片出去 不知道你們覺得這個形式的podcast影評 或者我不放那麼多畫面 或者怎樣急著出的一些影評 你們覺得怎樣呢 都歡迎你在留言裡告訴我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如果你有多事 在這條片裡面 你不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是可以做什麼 對 我可以做什麼 是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不是可以做什麼 公開 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感谢观看